应该是接发 应该是接的接发 还想要问一下有什么样子养头发的一些小秘诀的 养头发小秘诀 就多抹发抹 就可以了 就洗发之前抹一层 然后洗完发之后再抹一层 真的是太好看了 粉丝们给你今天的造型有一个叫什么 金毛巾 再见我走了 来我们从英文来过 对于粉丝给你头发的这首惊喜的话 我们是一起的是吧 天呐让我等你吗 不是 不是 求颜料 备有颜料 你这个头发也是接吗 对啊对啊 看着 看着比较少 挺娘的 看到我平时很变 来来 充鱼对我们笑音这次今天的这个 啥呀 我都能一起呢 妈呀 这个这个发造型怎么样 有没有让你引擎 时尚潮流 你就是今天最闪耀的 最亮眼 你也很好 你今天也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很安靠 睫毛呀也很好看 切的 是吧这是切的吗 还是切的 哎呦来来来 切的 牛啊 来来给你个特写好吗 这不错 你看这个睫毛 你闭眼睛 你闭眼睛 不闪不闪的大眼睛 哇哦 接的睫毛 接的指甲 接的头发 我看你也好逊色 完全接的 吐吐的好逊色啊 没事 没事 我们从头想要到里面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一次就是参加我们的这个金曲大赏的心情怎么样呢 先穷穷吧 因为 萧莹的怀是第七次了 嗯 对 第七次吗 我也好多好多次了 就就 比较熟练了 清车熟 对 嗯 所以又没有那种紧张感了 对吗 嗯 没有的吧 那在排练的一个过程中 有没有比较好玩的一些事情呢 好玩 有什么好玩的 好玩的事情啊 嗯 感觉排练过程中 好像也就还好 但是就是这个后台像走迷宫一样 我就老是走反 就走来走去 对 我们我们来的时候也是绕了好多圈 对 向盈呢 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比较好玩的事情 啊啊 我有跟南半五就是一起排练 然后我当天就是看到了南半五的就是身高之后 然后我提醒了他 我说当天我会穿高跟鞋 男半五是和我穿高跟鞋 提醒了一下他 对 他很很贴心哦 是的 那你们自己的那个心目中的金曲是哪一首呢 男半五怎么还有男的 怎么会还有男的呢 没关系啦 这就是一个女艺人应该必备的 大家可以放宽心好吧 那他们问就是和南半五会有一些亲密接触吗 没有 怎么算亲密啊 是怎么这样 哎太好了 好了好了 那刚刚讲到就是说就是因为这次也是金曲大赏嘛 然后那你们自己心目中的金曲是哪一首呢 就是以前会一直重复播放的一个歌单 我肯定是神魂颠导了 我肯定是神魂颠导了 我也觉得是神魂颠导 已经洗在脑子里 我也是神魂颠导 你怎么也是啊 小鑫姐那个神魂颠导很深入人心 嗯 那我也选神魂颠导 就是用力的想你的那个经典的曲子 但我叫不出来名字 只要那些名字 叫不出来名字 拿什么 就我以前看你有一个吊带裙很闪亮 然后自己表演了一首 但我忘记了 单很漂亮 Jelly吗 我不知道叫什么 单就是一个吊带裙 然后身材很好的样子 Bling Bling的 那可以来一个神魂颠导的现场吗 可以可以 一起的 我觉得现在我呢 其实已经毕业了 我觉得要看后背 就多展示一下自己 来一首神魂颠导吧 神魂颠导就 突然消失了 你直接做那一段 突然消失了 在这屏幕里 没事我们可以来来来 不会消失了 来啦 至少不会 啊 真的 我没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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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听到 对 好天啊 在那迷惯的世界里 你爱的很有趣 却忘了我存在的意 你现在这个场合不太适合跳这首歌了 我们还是要文静 嗯 嗯 不 我们都是queen的 好啦 那粉丝们也叫你们就是多多营业 多多自拍嘛 然后有没有自己的一个什么自拍的最佳表情和角度 可以跟大家秀一下吗 自己拍啊 哎 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你还这么小 你们挡脸啊 好过分啊 所以说 手放这里就可以挡脸是吧 所以你挡这边对不对 我是右边 那你为什么挡右边 因为朝着这边这边就会有肉啊 这边又拍不到 然后就这样 就这样 我是因为左边脸好看 所以我就这样 那这边不是拍不到啊 因为这边脸好看 一定要这样露出来啊 要把左边脸好看 那你的手放在这里的意义呢 就是挡这边的肥肉 哈哈哈哈 是在拍这儿 哦 穷穷粉丝们叫你可以能不能 能不能跳什么 一千零一夜 哦 这首歌 哦 你可能说的是这个啊 我也有可能 但是我就不记得了 Oık 你的身形还很好 我不记得了 这样吗 哎呦 你要说大一点 大一 现场前辈叫谁呀 哇哦 得到了前辈的鼓励 这么 bili 好了好了 大家有一个人 琼琼 大家说你这个手指的 会不会很重 就是 CADIV 我走CADIV的路线 哦 你要干 你洗头发 不会很难 就就不自己 还是你有庸人就是每天给你洗 就是我每天就跑出去洗 洗完下头呀 对 真的一点 好羡慕 然后就是那这个指甲片重不重啊 很重 我每天我每天举着这个甲片我都肌肉都出来了 那 好了那2020年就是过去了吗 好你们自己的一个愿望清单去年有实现了多少呢 有点我有但是有点就是突然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就是去年我金曲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参加金曲 就是我的音乐会没有参加投金曲然后就想说来年能就是跳一个solo然后今年就实现了 对 对算是实现一个愿望 那对粉丝们这次给你投的这首歌也是很喜欢 对对因为我的生日快到了他们就说相当于送我一个生日礼物这样 嗯有没有这首歌有没有突破到你自己呢 还好我好像就是个路线呢 那呃我们孔姐呃大家觉得你今天真的太炫耀了 那但是你呃你在准准备的过程中你累不累呀 然后下次是想要当个甜妹呢还是什么类型呢 我准备的其实一点都不累了 然后因为这一次舞台是甜妹的路线然后下一次的话我想要更酷炫一点 有那种舞蹈机械舞蹈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 手刀舞 嗯 那刚刚应该就是两位就是彩排的现场有看过了一下吗 有看到了互相的一个表演现场吗 没有 好像没有 都是在后台叫上去拍 哦 不然的话想让你们互相评价一下呢 嗯嗯 一定很好了我觉得 哈哈哈哈 是的互相追风 已经很好了 好了 那呃现在的烦恼是什么 烦恼 嗯对的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呢 现在让你们比较烦恼的 所以有的人是什么脱发 就还有对大部分都是脱发 啊我没有这方面的烦恼 过分 虽然我也是但我都没有说 哈哈哈 烦恼的话 我是冷 嗯 因为我平时在广州 哦 就觉得好冷很干 嗯 对对对对 而且广州那边气候还是很温湿润的那种 对对对对 然后过来之后就觉得都要裂开来了 嗯 那我们空姐之前零下还有天 还是迪斯尼玩那是什么感觉 哈哈哈 真的 对我们那个时候穿的很漂亮吗 就是我们穿的那个公主裙啊 就像COS的那种 穿着裙子似的 然后腿感觉到就冻掉了的感觉 零下 差不多吧 就那天很冷 对对 而且我去了两次 那个两天都很冷 为什么呢 就不知道就摊上了 但是就还好了 因为就去了游乐园还挺开心的 除了特别冷之外 可能女孩子吧 女孩子们都喜欢迪斯尼 嗯 对 但是 很快乐 哈哈哈 那琼琼如果说零下的天气 让你去迪斯尼 你愿意吗 不是零下 我都不是零下 我都不去 我从来不去迪斯尼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能接受的一个温度最冷是多少 15度 哎呀妈呀 15度 我觉得 嗯 差不多刚好 两件衣服 你要生活在泰国该多好 对呀 天天还能吃芒果糯米饭呢 做按摩呢 开心了 那我们琼姐 就像去迪斯尼那种天气 你去之前有没有做一些心理建设 有没有一瞬间的后悔去了 没有心理建设 就那个时候不知道天气会这么冷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就是到入冬了 然后穿棉袄的时候 你也不可能就穿个大棉袄子过去 就真的 而且感觉在迪斯尼的大家都没有温度这个概念 对 因为你穿着羽绒服过去很奇怪 所有人都觉得你怎么这样做 对 漂亮漂亮的 而且那边因为我还要玩游乐项目嘛 所以肯定要穿的更少一些 嗯 太早也没 那可以跟我们讲讲今年的就是 哎 今年的成就 成就 成就 对的 哎呀 突然间上市了 你的感觉成就 成就 就是一个粉丝的提问 刷太快了 还有明年的安排 明年就是2021年今年 对的 哎对对对 哈哈哈哈哈哈 对 小子在那边 两个人 嗯 突然笑 成就 就是 那就是2022年的愿望清单嘛 嗯 我想去电影院看一次电影 就是 因为疫情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去电影院看过电影 嗯 嗯 那如果算的 如果说现在有机会让你看的话 想看哪部电影啊 现在有机会啊 嗯 我应该会看那个小红花吧 啊 送这个小红花 对因为大家都在说这个 一定要再挤进去看 真的吗 嗯 我哭的那个肚子抽筋了 啊 就是我想要想要哭 然后我忍着 怕大家都笑话我 然后就不敢哭太大声 然后肚子一直忍着 对 然后就腹肌撕裂了 腹肌撕裂了 更加明显了 撕裂了 我这时候都这样走的 这样 抽筋我的天 那为什么啊 可能大家周围的人也在哭呢 因为很多人看那部电影的话 那我就是一个就是很强 就是想要就展示一个很强 对对对 你强人 也没有那么可能 就是不好意思大声的那种哭 很害羞 嗯 那孔姐就是粉丝提问 就是你自己下一个发色是什么发色 下一个发色啊 对的 嗯 嗯 还没想好 看心情 好的 那 不是今年马上要春节了吗 然后春节的话是怎么度过的 春节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最大的烦恼就是回不了家吧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现在感觉回家也比较麻烦 嗯 就希望疫情快点好起来了 嗯 和我想的不一样 我觉得春节最大烦恼 就是因为我每次 因为就是平时就睡觉的比较少 所以我去 我回家 我春节我就一直睡觉 最大烦恼就是睡觉的时候 别人就会参观你 谁参观你啊 就是亲戚们啊 你在那睡觉 就哎他还在睡觉啊 就那种外公外婆 就哎 起来了起来了 就会进来 这是参观对你来说 睡觉 表演吗 看你看你睡觉是吧 我在睡觉睡觉不应该就不打扰我吗 但是他会直接就开门进来 就他还在睡觉 然后就看看你 因为一年没见了 就像你在睡觉 他也要看看你 那怎么你会被吵醒还是 还是觉得自己睡相不好 然后就吓到大家 有女女爱豆的那个 没有就是我已经习惯了 就是美女 还是你睡觉的时候得控制自己 这样 哈哈哈 角度要控制好 要备好 哈哈哈 哎那你们睡觉 有没有什么样的习惯 或者是睡姿啊 我睡觉像攀岩 那我们两个应该有一拼 我是这样睡的 我是这样睡的 就我喜欢这样 哈哈哈 腿这样 你在跳舞吧 对就这样 铲子你 就是 脑袋就扬起来 还会这样张着嘴啊 很舒服 我是这样 睡得很 那最后可以用家乡画给我们送一下新年祝福 安利一下家乡的美食还有 我刚刚没听听 什么就是用家乡画祝福 然后介绍家乡美食 对的 家乡画 嗯 大家好啊 就是 大家一定要去沈阳内嘎的看一眼 就是特别的好吃 什么好吃呢 就是那个大冷面子 烧烤啊 什么一天两顿小烧烤 什么说 那个词 反正就在东北烧烤特别好吃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对 嗯 你们的家乡画就是普通话 因为我们就是东北普通话是很标准的 知道吧 好那一面特别标准 那我的方法比较听不懂 就是 那我有点不太熟练 新年快乐然后 我嘿 我里 有无所好出个文字 有谢谢感觉 回应 大家 雷我嘿太久 谢谢 你是那儿的人吗 是 你都听全了吧 这是什么 有海鲜吗 还是吗 对 但是我太久没有回去 我真的不太会说 我很努力的说 听得出来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空姐 粉丝问你很多人都在问你什么时候发新歌 好喜欢就发新歌啊 嗯 嗯 就在今年 上半年吧 嗯 争取很快 给到大家 对 是这样的一些取分可以透露一下吗 目前 我还自己还不太清楚 哈哈 正在制作中 好了好了 好了上半年会有 对不对 对的 好了我们期待一下啊 嗯 好 金眼眼处加油哦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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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期待期待